首先IEEE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技术学会 IEEE也了解到中国政府正在鼓励中国的企业加入国际化的标准化的组织来进行国际标准的制定 在智能电网领域IEEE标准协会正在和我们国家最大的电网公司国家电网 来开始紧密的合作 去年IEEE和国家电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之上 国家电网正在积极参与IEEE智能电网标准的制定 特别是IEEE P2030这样一个智能电网工作组的标准制定化的工作 正像你说的一样智能电网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术语 然后在北美智能电网的发展主要有包括电力公司 IT企业和通信企业这三个方面力量的参与 我们特别的看到了在北美通讯公司 IT公司在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这种力量 而在中国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现状和北美有所不同 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强调的是坚强的智能电网 这和我们国家的能源的格局的现状是紧密相关的 IEEE标准协会P2030.3是一个非常新的智能电网的标准工作组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对智能电网的各个子系统 以及组成部分来进行测试 来确保智能电网的各个子系统和设备 符合IEEE P2030这样一个大的智能电网标准的各个技术细节 本来就是在对智能电网标准的地方 在一边的音乐力上的天网标准的地方